你知道升旗山是什麽地方 什麽地方啊 拍拖的地方啦 对咯 以前你在追我的时候也是带我来这边的 20年前应该 蛤 不止啊 现在马上有人追我 讲啊 我跟你讲 你当然是你追人的啦 不用讲讲了啦 我都猜到 是吗 是吗 我到现在还没有追过人 你没有追过人 你这样很快了啦 非常多对象给你带来升旗山了 可是我也不懂为什麽 你们追人 就一定要带来升旗山的咯 这个你问我 我了解 你知道为什麽啊 为什麽 升旗山 再带他来这边 一不然照 一不然照 他要跑啊 他还要等蓝色啊 一样照照 哦 原来啦 没关啦 以前他们追我 是很喜欢带我来这边 你看看啊 这边这样多说啊 还不说是他的心啊 我都能带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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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这样多星星 你要送我吗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不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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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人家的啊 那你平时你也乱了 你也 Tschenti 你真的是 我可不给你 不录了 我都能带到咯 你能带到咯 那你那你 好 的美国 是否闭有责任的 多久嘛 我差不多整五年来了啊 我跟你讲 五年? 不 我比你多 哎呀 我期待要坐缆车了 哎呀 我已经坐缆车了 哎呦 那里是缆车 等下我跟你讲你就知道了 你不要这样讲 你更小了 哎呦 真的啊 你好像耍骨这样啊 带你出门啊 丢年了有时候 哎呦 带我去啦 带我 走走走 走 还冷静吗 冷 啊 你有看过会爬的火车吗 哈哈哈 会爬的火车 你不要骗我 虽然它是有火车道 明明是缆车 OK 火车 它明明有cable的缆车 它有打压的火车 有cable的缆车 火车 火车 明明就是火车 缆车 诶 你看你看有轨道的啦 我懂嘛 明明有cable 对啦 cable 你们看 那个cable 还讲火车 明明是网络啦 明明是网络 OK 明明是网络 OK 你们自己来评评你 你们评评你啦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原来升旗山是冰城的最高点 那么既然是冰城的最高点 也就是说升旗山是冰城最凉的地方啦 升旗山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缆车 上山虽然可以选择突破爬山上去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乘坐廊车会比较明智啦 然后到达山顶可以吹吹凉风之外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美丽的冰城大桥还有公大 在这里观赏夜景更是美得不得了啦 也是爱拍照的朋友的最爱哦 那么你们多久没有来过升旗山了啦 欢迎大家收看北马搞怪团的趴趴照 升旗山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升旗山了 现在的升旗山哦 缆车已经从一城的30分钟缩短到不到5分钟而已哦 所以即使是大日子哦 虽然需要大排长龙 但也不会像以前等那么久了 艾斯尼森还有秘归秘拐的SK 来我们去发掘美丽的升旗山吧 来到冰城哦 一定要来到这个升旗山 升旗山就是我们刚来所谓的冰山啦 因为有冰镇凉风啊 哈 冰镇凉风 不过前提讲先哈 你要符合它的Term and Condition 是的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 因为 11点之前 是的 6点之后 它的凉风就来了 对 你们自己知道了啦 不过呢 11点之后 6点之前咧 你们来到后果要支付哈 自己 自己带自己的Aircon 为什么哈 我们会很热嘛 冰城啊 日载啦 尤其是冰镬狼哈 不如Aircon的生意那么好啊 哎呀 如果啊 前天后都是冷冷啊 Aircon 夹晒咩 我们不是打Aircon广告现在 现在是 这个缆车 我觉得以前哈 一阵啊 小时候哦 爸爸带过我来做这种的 你呢 你也是做这种的啊 sorry哦 没有哦 我一开始 从头到尾我就是做那种 那种 很快的我不知道 是 是啊 我都没有做过这种 第一次看的 哦 原来是这样的哦 但是这个是缆车呢 有Cable的 你看不到吗 我是看到Chocolate色罢了 没有看到缆车 这个缆车呢 跟我们缆车的呢 其实是不一样 哈 你也不可以这样说 然后怎么样做 反正有缆就叫缆车了啦 就好像 有缆 反正有缆就对了啦 哎呀 不要吵 这个是缆车 就可以讲是火车嘛 因为它有火车 喜欢啦 你要怎样就怎样咯 你喜欢啦 你们来看啦 它是几缆车 几火车啦 哇 这一是什么来的 这一只哦 就叫做 大炮哦 大炮啊 好听讲 你们知道了哦 我们是喜欢安康 不是大炮 这只哦 我有拍过啊 你是很多年前 有拍过这只 这只 我是从那个 Sajara里面看过罢了 哦 OK 实际的我还是第一次看 Sajara几年了 你知道吗 Sajara应该 老师叫我读书 我就渡谷 我哪里知道 哈哈哈 你们来看就知道了 看看有几久 哦 14年的 39啦 14啦 2月1日 14年 39号 我懂啦 我你们几 就这样啦 看得好好啊 我走这样多楼梯哦 然后我会觉得喉咙干干这样 然后嘛 干干 真的 你干嘛喝水咯 累我也是会累 我也是会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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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讲很多话的呢 我要讲很多话的呢 我干干嘛 我干干嘛 我干嘛 吃嘛干嘛 都明事了 不是暗事的明事了 我了我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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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走啦 这边还有观景台 有啦 还有得听我吹水咯 来 是啊 走 哎呀 好了啦 好了啦 哎哟 哎哟 坦西路啊 制作单位对你 福利很好咯 真的啊 哎哟 你看我们哈 穿到这样smart 穿到这样漂亮 在时尚 喂 不要这样没有礼貌啦 什么security card 喂 没有 包子啊 那时候啦 明明是很高尚 我们穿到这样高尚 现在我们在呢 没有礼貌咯 不会不会的 我们在槟城最高点的餐厅 还有哪里更高 应该是没了啦 没有了啦 没有了啦 有 应该没有啦 这么大都 看这样小不了 是 没了 来 这样高点呢 带我来做什么 吃东西啦 开玩笑啦 走啦 吃东西 我们来到这个 Benet Hill这里 要知道一些小知识咯 不如啊 可以啦 蛤 对啊 我要知道一些小知识啊 你懂吗 你会吗 当然是不用我讲啦 了 我要请一个重量级人物 来跟你讲 哈 Hanson 哈啰 你好 你真是有请的咯 这个是我们的David Bao 的负责人 对对对 Hanson 你好 你问我咯 我还没贵吗 我们要去Benet Hill咯 你稍微介绍一下 Benet Hill的你懂的 好啊 其实圣基山咯 它一直以来都是一个 Hill Resort OK 从以前英军开始 就是英志明时代 它其实就是英国人 上山去休闲 避暑的一个地方 哦 圣基山是其中之一 包括金马轮啊 Francis Hill等等 OK 所以呢圣基山它发展到现在 已经成为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留守地 对于槟城来说 对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在假期的时候 圣基山基本上是满满的人 人山人海 是是是是是 同时间呢 在神奇山有我们的这个 David Brown Restaurant呢 是一个英式 一个很传统英式的一个 Bungalow 就是一个别墅 而这个别墅呢 基本上它以前是 给我们的那个 Francis Light 他们来休闲啊 休息的地方 哦原来 所以为什么这样子 为什么我们就把它 命名为 David Brown Restaurant 为什么 因为呢 David Brown他以前哦 他就是一个很知名的商人 哦 他是Francis Light之后的 而他呢 是主要发展整个 槟城的一个主要的人物 所以我们就用他的名字 来把我们的这个 Restaurant命名为 David Brown Restaurant 原来David Brown 是这样子来的 哦 不过啊 Hanson啊 有一个问题啊 刚才啊 我们震吵了很久哦 对 就是关于 我们坐上来的那一辆啊 我们怎样来哦 缆车 是缆车吗 缆车还是火车 他说是火车 一直在那边 其实它是铁葵缆车 英文叫做Fernicular Railway 而这个Fernicular Railway 跟我们所知的那个 吊缆的缆车 其实有一点不同 哦 而同时间呢 在这个升旗山的缆车呢 它是在东南亚最古老的 哦 它是在1921年就开始 就已经通行到现在 所以已经有到超过90多年的历史了 接近要靠近100年了 哇 你非常棒 谢谢你 我怎么问对人啊 真的是啊 所以你们来这里呢 你来升旗山 最主要的 你就要去了解 升旗山的一些历史的知识 是 同时间也要来David Brown 来品尝我们 传统英式的下午茶 也包括我们的英式的食品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而且又加上这个优美的环境 对 对 ! 这就是我们的英式海帝啦 是啰 我知道 甜到咸的set-up 然后呢 吃法是从咸到甜唷 哎 反代唷 好了啦 我猜咯 上流爱说 今天 当然 你要试试我这个高山女神什么 ok 你知道这个是甜点 对呀 这个是咸点 中间那个吗? 中间啊,硬了,它是英式四康糕点 Wish Bandai Nya 谢谢 来,先试一试 怎么样? Good了 既然你吃鲜点,这样我就试我的四康吃 我试你的四康吃 拆一下他们的Strawberry Jam 我听说是特制的 是哦? 嗯 我看有几个 要你的听说几好吃吗? 我就是整天听人家说 你知道我的四康刀啦 听人家说 所以马慧我都不喜欢的 哦,我知道 你看的刀很自主 嗯 怎么样? 它Strawberry Jam 特别的香 不过哦 嗯哼 我很好奇 这个有没有得卖 哎呀 好问题啦 这个,当然得买啦 就是在这一边 他们特制的Strawberry 只有这里有得卖哦 又香又甜 味道非常的回味 等一下 诶快点吃啦 人家等着来不及了啦 甜点 我还以为这Strawberry 你买回去可以吃到晚饭 你买回去啊 嗯哼 你要问我吃也可以 你要问什么都可以啊 看起来我吃牛市的 那个 刀点啊 海鸡吃不饱啊 所以现在我要吃这个 你看我鸡贴心 我的鸡啊 点到一大堆给你吃 就担心你吃不饱啊 你这个小吃货啊 好咯 所以我们要试试看你这个爱心鸡 试试看先呢 我试试看它的 这个Grill BBQ 鸡肉 哦它的烤味有 它香烤 它的肉感刚刚好 嗯 香哦 它的汁啊 有香又甜 ok 这样子我就先try一下我的 鸡和鸡 在还没有try之前呢 为什么我会点这道 听说啦 它的主菜 Chef 他刚刚我有跟他try 嗯 他说呢 哇 说到很鸡样子啦 不过我不知道有没有多泡啦 刚才来跟我们看的那个 你看 他是这样子跟我讲 他说哦 很多国外旅客 来到这边哦 对 吃到的它鱼泡 一定 必点 哈 一定要点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他讲叫我仔细穿 哎呀快点啦快点 之前我看啊 我看他为什么这个必点 好 因为其实 fist and chip 还看起来还蛮苦风的东西 对 讲真的啦 那个tartartor spell 吃到完它那个 我试试一点 安卓啊 你有听到声音吗 有哦 有的那种脆脆的 声音 刚刚好是吧 其实实不相瞒 嗯哼 这盘东西里 外酥 内脆 然后他的鱼 嗯哼 还太有水分 诶 难怪他chef会这样推荐叻 哦 你们一定要来试看他的juicy的fish and chip 是吗 当然啦 必点 SK没有在干你们的啦 其实你们来这里呢 不一定是要吃那么多 因为我们这些食量比较大的 没有门 对不起没有门 对来试试一下他的这个fruit punch啊 mortel cocktail 然后在槟城最高点的餐厅 其实来享受这边的环境 其实还蛮不错的 对 虽然说 它的价钱是偏高尚一点 可是配合跟这里优美的环境 是值得的 我觉得是ok的 可以来试一试 ok的 没来过就当做是传说了啦 你们就没来过了啊 对 只是听人家讲完了真言 没有错 来到升级三 在这一个这么优美的环境 吹着阵阵的凉风 当然要来David Brown 试一试这里的英式美食啦 尤其这里的high tea 是一定要品尝的哦 那么这里的西餐 就比如这个greed chicken 和fish and chip 也是这里必点的美食哦 当然喜欢牛排 还有意大利面的朋友 老实说这里的牛排和意大利面的味道 还真的很美味 简直就是适合带家人来聚餐 那么如果是情侣来浪漫 更是一级棒啦 谢谢大家观赏北马搞怪团的趴趴趴 记住我们不是video 我们不是youtuber 我们是北马搞怪团 来到槟城哦 要记住槟城有一个最高点 那个最高点哦 就是升级三啦 没有来过的朋友哦 很久没有上来的朋友 记得要来走一走啦 最后也希望大家记得subscribe我们youtube channel 还有我们的facebook pag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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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关键 拜拜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